在Enterprise PDM 2012版本SallyWars甚至提供更紧密于Windows管理与工具的界面 使用者更加坦性与方便操作工作流程 在2011年SallyWars提出精简的滑鼠右键功能表核心的工具列 到了2012年这些功能表和工具列是完全可被制定的 透过管理工具中来调整对话方框的样式 选项能任意的更换所熟悉的属性清单 也可新增功能表的选项 完全允许使用者控制功能表并简化界面 以调配适合您的工作环境 此外Enterprise上增加了一个显示完整的使用者名称选项 简式取出者名称依照设定 以呈现完整的名称并且可呈现中文 点击零件右键弹跳视窗上的指令 也可依照设定来做表现 当在使用处左侧新增了配置按钮 使用者更易于发现其新位置和新版本 利用切换按钮节省时间和减少点击视图的次数 及时检视各档的所有版本 零件表可会出成Excel格式的材料清单 选项内挑选成能编辑的CSV档 并使资料排序功能在流程中呈现级别 当检视使用处或包含的结果 您可以立即浏览在完整PDM视窗 并快速的在新的视窗开启 在凌乱的桌面情况下 Enterprise PDM 2012 进一步整合了搜寻管理的视窗 将搜寻界面变得更便捷 同时让您的桌面环境保持清爽的状态 现在在每一个Windows应用程式打开的对话方块中 即包含了新的搜寻界面 因此在Solivost操作下 当使用者需要插入或听换新的零件的情况 可以输入搜寻的条件 直接开启对话方块视窗 右侧的部分即能找到零件 并可直接插入正在执行的Solivost程式中 透过Enterprise PDM 2012 能调节整个使用者的习惯工作流程界面 减少了时间和精力来管理档案 让使用者更快地完成设计的工作 感谢您的 hell